好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密室交易呢 總統府對外已經發言了 但是卻引起了綠營的立委更加碼爆料 我們當然來看到這件事情是 馬英九總統不敢承認密室交易嗎 這個立委加碼爆料 批 說謊 總統馬英九近期被立委跟名嘴爆料 曾經在民國97年 密會交通大學前校長張俊燕 以考試院長的提名權 來自為交易的籌碼 段一康他說 馬英九訪張俊燕的行程 本來就不好公開 但是考量密室 無助於他的大選造勢 還偷偷帶了一個誠信的 中國時報記者通行 而當年雖然說交代引起名 但是從中安排的是宣明志 中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寇寇姐 其實這件事情就講到 宣明志他為首的這個 所謂的科技一介的這個 兩億元的集資 現在特診組不是已經非常密集的在約談 段一康是說 在2008年的3月22號的投票 之前的3月17號 也就是前五天 馬英九總統 他就在他的密集的行程裡面 有半小時是到了聯華山莊 就他們這個聯電集團 相關人士居住的地方去密會 張俊燕 張俊燕他是二二八這個事件的 受難者的家屬的後代 當時他的綠營的這個色彩很強 而且他幾乎可以說是科技界 非常清高的一位人士 至少他具有相當程度的號召力 他還是台灣的電津艇之父 那那個時候第二天3月18號 中國時報就登了一篇文章 是張俊燕寫給這個 所謂寫給馬英九總統的一封信 你知道嗎 這是3月18號 我們調出來的一個資料 2008年3月18號 中國時報記者陳若薇所寫的這個報導 說是張俊燕他寫信給馬英九總統 對於前政府批評很多 也就是陳水扁總統的政府 然後顯然他是力挺馬英九的 那接著沒多久 我們看到馬英九總統當選了之後 他就提名張俊燕做考試院院院長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好奇怪 你怎麼會提名一個綠營的色彩 而且國民黨不是反彈嗎 反彈非常強烈 就把張俊燕跟白文正 把萊集團的前任的總裁 之間的政商關係拿出來評論 說是白文正提供了司機跟坐車 給張俊燕 然後張俊燕還頒贈這個白文正 這個榮譽的博士學位等等 非常的不堪 那在非常不堪的情況之下 突然有一天白文正先生失蹤了 那結果後來發現原來他投海 在澎湖海灘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感傷的 而且很傷人的一個悲劇 那白文正的家屬非常低調地 接受了這個事實 張俊燕校長最後就提出聲明 說他挽洩這個提名 那這一場這個經過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我自己 我跟這個葉美麗女士 這個還有白文正先生的這個 幾位相關的朋友 其實都還認識 我們曾經詢問過 為什麼會出現過張俊燕 一直不得其解 一直到最近段儀康 在電視節目裡面 講到三月十七號的這件事情 才恍然大悟 其中牽線的人是薛明智 那薛明智捐了八千萬 在兩千零八年的那一場 科技界的人士的聚會當中 雖然有人說 薛明智在特徵組並沒有土石 但是不管怎樣 從這個所謂W先生 這個或是W先生的朋友們 所得到的消息是 薛明智他是任捐最多的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薛明智帶著這個馬英九 到這個連華山莊到張俊燕的校長的家裡面去拜會 然後張校長就支持他 然後接下來呢 馬英九就提名張俊燕做考試院院長 也無怪乎 柯建民曾經說過一件事 我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 他說兩億元買一個院長 當時大家都 大家都覺得好奇怪 那現在你把這些資訊 把他比對起來 那不就是這個兩億嗎 柯建南的兩億 那就是張俊燕的這個這件事情 那張俊燕先生 他其實受到傷害也很大 從此他現在還在教大電機系教書 就做他的這個教授生活 那白文正就這樣才幾歲才五十歲 就失去了他的生命 所以我認為當時那個慘劇 對我來講 都覺得你不殺柏仁 柏仁為你而死 我也不知道馬英九總統內心是如何著想 那這一次事情 段一康這個寫出來講出來之後 我把他寫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終於有一點真相可以大白 終於可以找到黎明的感覺 沒想到總統府加碼 承認說這是贏啟民所牽線的 那更多了 贏啟民後來在馬英九總統的這個政府 兩千零八年之後 他是先擔任政務委員的 對不對 後來擔任經濟部部長 在擔任政務委員期間 殷啟民所大力提倡的是什麼政策 是TMC吧 台灣記憶體公司就是 救DRAM的這個偉大的政策 那當時救DRAM的這個人是誰 他們所提名的人是宣明志 就提到引起民是總統府他們 後來因為我寫了 沒得到電子報寫了一篇文章說 這個滿久總統 這個當時的張俊彥的這個任命 其實是按照段英康的說法 是一個有密室交易的這個嫌疑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宣明志牽線 那總統府就請中央社發了一個稿子說 當時不是密室 不是密室那我請教你 你為什麼不通知所有的媒體 而你夾帶了一個叫做 在地的叫做陳愛珠的記者 就是新竹的中國時報的記者一個人 而且中間還有一個交通大學的教授夾帶進去 然後張俊彥他並沒有要公佈這封信 他把這封信給了那個教授 那個教授在給了這個在地的陳愛珠記者 而寫出來這篇文章的人 叫跑總統府的人叫陳若薇 所以這裡面的這個發展 就在我們新聞操作上面都不尋常 那如果不是密室交易的話 那為什麼中間不是公開的行程呢 那總統府是說這跟宣明志沒關係 那真奇怪了 你那麼緊張幹嘛 宣明志不是也沒收錢嗎 那個按照那個 他們這個告來告去的說法 說是兩億科技男的這個事情不存在 那康敏正也沒收錢 那就算是宣明志安排了又怎樣呢 結果他們故意就說跟宣明志無關 那跟誰有關呢 跟殷啟明有關 那殷啟明跟誰有關呢 殷啟明跟台灣記憶體公司有關 殷啟明跟立暢藥這個DRAM的重整有關 原來馬英九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他的產業白皮書是誰寫的 是殷啟明寫的嘛 對不對 我記得那個時候馬英九總統的 這個全台灣的總統選舉 跟在他旁邊的經濟政策的大將 就是他的愛將殷啟明 他愛到後來不分區委員的提名 還把他提名到安全名單 這個範圍之內記不記得 那殷啟明是什麼人 原來殷啟明是台灣記憶體公司 是拯救DRAM的提倡者 執行者 交代者 那後來呢 那一家台灣記憶體公司的董事長 竟然是宣明志 世界上就有那麼湊巧的事情嗎 政府已經撥了三十億給他們 然後薛明志還做董事長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人呢 叫做薛襄川 所以薛襄川呢 被特徵主約談了 記不記得 當時為什麼要約談 我也猜到了 可能是在查對價關係 所以總統府他們已經意識到 這件事情跟對價關係是有關的 所以他要立刻否認 可是呢 每次總統府否認事情的時候都露馬腳 他就給了我們新的訊息 因此呢 所以我才在臉書上寫說 特徵主那請你去約談殷啟明 最後這一條線原來就是贏啟明了 贏啟明 薛襄川 薛明志 張俊彦等等跟馬英九總統 跟馬英九競選團隊 今天之間的奇怪的關係 難道沒有必要說清楚講明白嗎 到現在為止 我只是用人情人性來呼喚馬總統 你的張俊彦這個提名 如果只是因為他的一個 一封支持你的信 或者說你想要淺綠的支持者的票 然後換得了一個 柯建民所說的兩億換院長 最後還讓一條生命失去了 你內心深處 難道沒有任何的遺憾跟抱歉嗎 據我知道 白文正他了結自己生命之後 我沒有看到總統府又任何 對這件事情表示任何 任何覺得非常遺憾的言辭 那倒是張俊彦認為 這個是無法承受之重 所以才婉拒了這項提名 我補充一下就是說 其實白文正這個死因 當時當然眾說紛紜 誰也不敢完全擔這個責任 當時被 就是說被指責的最厲害的是 雜誌的封面講說 張俊彦就說當時這個白文正 因為捐了這個錢給交大 那等於是幫張俊彦買關 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考試的 他覺得他被嚴重抹黑 對 那但是呢 其實白文正當時有幾件事情在身上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他本身很重視形象 包括我們現在在政大的EMBA 有幾個所謂的就是寶萊獎堂 其實他本身就是白文正當時的意願 就是捐給政大商學院 那所以他其實也沒有多少不同的想法 不過那時候呢 他自己本身還有一個就是 寶萊證券有一個所謂的 這個連動在的事情 後來不是包括馬志玲跟杜立莊 後來都就是判刑確定嗎 那如果說當時白文正 心裡頭好幾件事情 一個是包括自己寶萊證券 這個案子脫不了身 然後包括張俊彦的這個提名 然後讓他覺得說 原來被指責是買博士學位 這對一個澎湖來的 很重視自己形象 然後其實寶萊證券當時的規模 也算大 我們那時候還覺得說 白文正他身價這麼高 然後這個寶萊證券集團 其實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可是竟然會這樣子想不開 那其實後來你會發現說 殷啟明是一個關鍵角色 因為殷啟明在整個的 這個TMC角色裡面 就是說其實他幫馬政府 做很多跟企業界的連結 那這個連結 導致宣明志 除了我們所質疑的這個焦大幫的 這八千萬就宣明志 你找了那麼多人來 然後一起兼錢之外 其實當時我們一直認為說 殷啟明難道你是想要 為自己的退休找一個後路 然後如果說你哪一天不當 不在政府部門了 你想要到聯電集團去 因為TMC從頭到尾都是個假議題 那更嚴重的是除了TMC 這三百億之外 你後來又實質給了很多的 包括臺灣文創 包括很多的創投基金 你都給他了 那這有沒有對價關係 那都不用查 我認為這個比什麼龍潭購低案 什麼二次監控 那他的嚴重性 並不比這些低 特徵組的 林宗志檢察官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白完證什麼相關的這些案件 林宗志是參與調查的 所以他是一位在金流跟金融的調查當中 他是一位專業的人士 總統府你必須面對現實 我覺得他如果不面對現實的話 那越來越多的這種線索會出現 那他所爆發出來的這種對價關係 所最後變成貪毒案件的可能性 並不低 OK 我們進入廣告馬上回來 對這位於三個月來的 龍潭購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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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 感谢观看